文章来源一言 当地时间5月10日 比尔盖茨穿着正装 出现在纽约市曼哈顿上席区的高档餐厅 MariaY 在参加完大女儿詹妮芙 盖茨的毕业典礼之后 他和家人们来这里庆祝 天空中飘着细雨 现年68岁的微软创始人 济显亿万富翁的派头 有保镖为他称惨 这个倒也无可厚非 当天的女主角登场时 笑得更是一脸的灿烂 现年27岁的詹妮芙 在当天正是从西奈山伊侃医学院毕业 结束了长达6年的学习时光 进而还拥有了西奈山儿科项目的 住院医生的资格 詹妮芙的妹妹 现年21岁的菲比 盖茨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姐姐毕业典礼上的画面 并且附上了她是一名医生这样的文字 很是为姐姐感到骄傲 获得住院医生资格的詹妮芙 是否会按部就班的上班 目前尚不可知 毕竟她还有一个名叫莱拉的 一岁多的女儿需要照顾 詹妮芙和埃及裔的丈夫 纳伊尔 纳萨尔目前住在纽约一处 价值5100万美元 约3.7亿RMB的顶层公寓中 尽管她的父亲曾表示 未来将捐出自己的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以避免宠坏孩子 但现在她的儿女们 显然已经享受了荣华富贵 目前就读于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的菲比 当天也出现在了餐厅外 她是和妈妈梅林达 弗朗茨 盖茨 一起现身的 尽管就读的也是名校 但菲比将更多的时间 花在了高档派对上 显然 她更愿意当一名在社交媒体上 拥有影响力的名媛 尽管普遍认为 她的外形和气质 实在过于平凡 除了顶着有钱爸爸的光环之外 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不过不得不说 那一点就足够了 21岁的菲比 打扮得略显成熟 似乎很是努力地 配合了毕业典礼这样的场合 但现年59岁的梅林达 却截然不同 鲜艳的挂拨花裙 让她看上去 容光焕发 据悉 梅林达平时跟前夫相聚的机会 不是很多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已经不再是夫妻的他们 尽可能不见面 而这一次 为了女儿而进行的团聚 也算是久违了 在和伊万富翁丈夫的婚姻存续期间 梅林达很少会被关注外表 事实上 当时的她偏爱端庄朴素的造型 但现在不同了 她更愿意让别人重视她的存在 之前梅林达外出时 左手无名纸上 佩戴了一枚大钻剑 为此有了订婚的传闻 但很快 她就通过知情人士予以了澄清 不仅订婚的事情不存在 就连之前交往的记者男友 也成为了过去式 也就是说 梅林达现在单身 但就像 她曾经接受盖尔 金采访时说的那样 我仍然渴望爱情 相对来说 和前妻分开后的盖茨 还是幸运的 很快就找到了另一半 前甲古文 西游马克 赫德的遗孀 宝拉 赫德 两个人虽然没有达到 谈婚论嫁的程度 但关系还是稳定的 已经官宣了 彼此作为猎人的存在 不过 也许是为了表达自己 以家人为重的决心 这一次 盖茨并没有带上她的女友 这次不见的 我看着她的女友 太多了 我说过个女友 最后一天 这次我看着她的女友 后面有个人 最后一天 我看着她的女友 这次她会想起来 我看着她的男友 最后一天 感谢观看